哈喽大家好,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Model 3的换新版的静态展车,首饰在国内亮相 这里是北京的福贸会的特斯拉的展台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特斯拉的展台 关于新款Model 3相比于老款有哪些提升 自动驾驶电脑是不是HW4.0 新款的Model 3P什么时候上,Model Y什么时候同步改款 这期视频咱们展开讲讲啊 首先从车辆卖观最直观的能看到 新款Model 3取消了车身周围原有的12颗超声波传感器 彻底切换到了现在的Model S,Model X的纯视觉的方式 关于博车辅助和自动博车,这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 因为现款的Model S,Model X早已OTA了 这使用纯视觉算法实现博车辅助 所以说新款Model 3的博车辅助肯定也不成问题 而且新款Model 3的自动驾驶电脑也切换到了最新的HW4.0 这一代Model 3的外观上操刀大改啊,向Model S靠拢 换了光一大灯以后,前脸更加犀利战斗 美部的两个C型大灯配合上Tesla五个字母标 运动感也十足 正面看起来非常有Model S的气质啊 所以说,与其叫它Model 3的幻星版 我觉得可能叫Model S的青春版会更加生动形象一些 除了外观颜值的提升和风阻系数的进一步降低到0.22 这一代Model 3相比于上一代的提升 更多的集中在内饰、NVH、歇史质感这三大类啊 内饰增加了环绕怀抱式的氛围灯 简约而不失高级感 采用了Model S、Model X同款的屏幕换挡的同时 在头顶灯,也就是原来双产灯的两侧 也保留了实体的换挡按键 后排的屏幕不仅能调节空调看看视频 还可以直接用它调节副驾驶座椅的前后移动 相当于继承了老板件啊 这块8英寸的后排屏幕 以后的可玩性一定会更多的 那上一代Model 3饱受勾病的NVH噪音控制 据说这一代车也有了质的提升 同样也被吐槽很多的偏硬的悬架 这次也可以说是大道阔斧的重新调教 噪音控制和驾驶舒适性到底提升了多少 等我提升以后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那是语言也提升了一代 同时也是特斯拉全系车型里 第一个标配了氛围灯的车型 上一代Model 3大家一直吐槽的缺点 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 综合来看 全新一代Model 3的产品力还是非常能打的 几乎找不到什么缺点了 如果说唯一的缺点 那可能就是价格比老款贵了 不过据说第一天国内Model 3的订单量 就已经超过了3万个 打开董车DAPP 也可以查看新款Model 3 更多实拍图片和详细配置信息 那至于新款的Model 3P还有没有 一定会有的 但是距离新款Model 3P的上市发布 还会有很长的时间 那至于Model Y什么时候改款成 类似Model 3的内设设计语言呢 那估计时间会比Model 3P的发布还要更久 那至于新款Model 3 现在两种配置该怎么选 内设颜色轮毂续航该如何平衡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展开聊聊 散会